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小雀知道了 那她该怎么办 选择继续跟我在一起 然后就要过上照顾一个残疾人的生活 选择不跟我在一起 心里就要背负弃我而逃的愧疚 无论她怎么选 对她来说都是在哪 我也想过编理由找借口 让这个分手看起来顺理成章一点 可对她来说都是上来 还不如就简单一点 就像现在这样